我們剛剛做了三個題目 姓名 性別 還有電話號碼 現在在電話號碼下方要去詢問大家 參加戶外教學的意願 是或是否 要參加還是不參加 如果不要參加的話 就把這個表單結束了 就不用繼續問了 如果要參加的話 我們還要再繼續調查 要想要去哪裡 哪一天去 所以我們在電話號碼下方 再新增一個問題 再新增一個問題 你一新增問題 一定是在你選的那個下方 除非要去調整 調整的話 你再從這個點點去調 電話號碼下方 我們設定一個問題是 是否參加戶外教學 是否或是否 否不參加 還有一個是 是 有沒有 好 再新增一題叫 是否參加戶外教學 否跟是 新增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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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當我選擇市的時候 我要到另外一項 然后当我按for的时候就看不到那一页了 就结束了 所以要新增一个区段给这个是的时候用 所以按这个新增区段 新增区段又跑出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未命名的区段 那这边就写说户外教学地点时间调查 这是要给要参加的人去填写的 所以这个地方题目 好 这样子 好 新增一个区段 题目是户外教学日期及地点调查 好 这是题目 好 然后这是标题的 然后新增问题 好 这个是旅游地点 选择 好 户外教学地点可以复选 好 说明可以复选 好 那我们就要用核取方块 好 那这边写它几个答案 可以选择的 可以选择的 好 比如说要去宜兰 好 然后去基隆 好 然后去基隆 好 台中 好 台中 然后南投 好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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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麻烦了 每个人都投其他 那还是没有结果 好 其他 好 其他 还有不想要还 为我们核取方块 还有需要 不要孟数 沿途 应该是为私人 好 这边的 就是余方 好 其他 有请深入 那日期選擇的部分呢 它可以選日期有沒有 好來你直接填 直接讓人家填 可是讓人家填的話 每個人填的日期都不一樣 所以還是不行啊對不對 好雖然是有這一項公司 那這個功能是用在什麼地方 這個日期用在那個 出生年月日的 就是你可能要做報名 然後有出生年月日的時候 就用日期 那戶外教學日期選擇不行用日期 好用選擇題 選兩三個日期給大家選 單選就好了 你如果複選的話又勾一大堆又重複了 那也永遠找不出答案 好那比如說日期 2020 2023 比如說下禮拜 3月28 是不是 好然後再來 2 弄錯弄錯了 3月28 好再來 2023 3月29 4月幾號 4月1號 4月2 兩個日期大家選擇就好了 單選 只能一個 碧田 一定要打開 這個可複選這個也是 戶外教學地點是碧田 就兩項 記得是否參 是否參加戶外教學 是新增問題下來的 當我寫完是否參加教學的時候 戶外教學的時候 是新增區段 另外一個區段 另外區段就是問 要參加的人才要填的 問這個地點跟日期的部分 地點的話可以複選 就是核取方塊 日期的話我們用選擇題讓大家選 好人家現在坐到這邊 好人家現在坐到這邊